我現在要教你們怎麼看法庫的部分 你的藤本就是這個土地的藤本上 它上面有註記有某某件號 土地部加上 土地部加上 憲法 這樣表示這塊的地 是怎樣 表示這一塊地 雖然你去看是空地 但是他說這個地上有什麼 憲法 那可能就在旁邊的土地 旁邊的土地這間柱 就是拿這塊來用的 所以各位 那個土地根本掉出來 如果已經有什麼憲法 你要再掉這個憲法的統統 就可以看得到它這個已經是被用過了 各位 第二個 如果土地 掉出來 土地藤本掉出來 它有使用 有的有寫到使用執照的號碼 那這個也有什麼 被用過了 只是它上面的建物沒有去做保存什麼 等級 這個是有頂頭沒有保存的 那所以這一塊基地也是 這一塊地也是 人家的基地也是 往後 這個都是判斷的 各位 第三 哇 這個藍藍 這個藍藍 各位 在這個麻豆呢 它就是發生這個事情 現在我在拿它處理 這一個藍藍藍藍 各位 結果呢 在這塊地 這一個藍藍藍藍 這裡有一個鐵拼樹 已經很久了 鐵皮膚 那這裡的土地呢 就是這樣子 這樣子 整塊地這樣 這裡有藍 那麼呢 這個建築的統統是 就是去買這個地方 你知道嗎 他覺得不買金 結果有光影 除了 藤本上都沒有啊 都沒有這個意見號 也沒有什麼 使用指導號碼 都是幹凈的 啊怎麼掉都掉不掉 因為他買了之後 要去申請建署 結果發生什麼事情 這個也是他說 一世人去家 沒想到大樓梯膠 這樣你知道嗎 這一個鐵皮屋有什麼 有申請建造 沒拿到使照 當然更不會保存登記 所以就沒有登記在東本山 但是有什麼 實際有什麼 建造執照 那所有的建造執照 當然是這堆地都拿來做這間鐵皮屋的基地 那這個會發生在什麼狀況呢 是這樣 這個在買地的時候 還是得查一下 跟公務局查一下說 上面有沒有人申請過什麼 建造 那各位現在我在幫他做什麼 幫他要做法控的檢討 解除 套匯 做法控的檢討 那各位呢 什麼地為什麼會這樣 來 老師說給您聽 這土地實在是很粗糊 各位 這塊地是拥有的 假設是 四個人拥有 那麼當初這個共有都是四分 假設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那麼各位 我這個責要在這裡起床 那麼既然是共有 每一個地上都有全力行 對吧 所以各位呢 當車是我 這些人 以臉丁 要他回什麼 土地使用統一書 讓你去穿建造 建造 這張建造穿下來後 是不是整個地都是他的基地 好啦 各位 後來我把它割成 四塊 你不看做四塊 對吧 這樣我這個儀丁丁 要去申請建造的時候 我要去穿一帽 蛤 縱使割開囉 還是怎麼樣 不可以申請 因為這些地 掛開之後這些地 也是人的什麼 基地 發控 所以他們掛開之後 也是人家的發控 所以不能申請建造 那麼 有最可怕的就是這一種 他上面 把我們有批板 有保存的 有使用這個 我們就是看得到 說掛下來之後 這個停文原則上要轉載 但是有些地震 他就沒有轉載 你買到這個地的時候 也可能會掉到 對吧 那各位 還有沒有的就是 它是好像有建造的 結果你這裡也會掉到 因為他都套進去了 所以各位 這個地方呢 要做什麼 要怎麼解開 要做什麼 各位 要先寫純正信函 叫假戴章 從一做法控是嗎 檢討 第一 各位 他咧 我們是找建築師 去審 審說 這間廚 用多少的 什麼 基地就夠了 符合 假設建築率60% 多少就夠了 那多少這塊它就夠了 不必用太多 所以第二個要找建築師呢 做 檢討的報告 做檢討的計畫 那各位 第三 就是這個 請我們去跟他說 麻煩你齁 你這個 以前我回家給你去 現在 你要檢討出來 讓我去 對吧 人是不是要保障 但是 各位 我們律師有生意 就是因為沒有保障 嘛 是不是 不是 他就不會 什麼 說得不好聽 不會 賢 回家 以前 你是回家 我們老爸 我們老爸已經不僵了 結果 你兄弟 他就是文財 現在 我幹嘛 要回家 各位 這社會就是 很難不公平 我當時 我都回家 結果 你現在 生前生 你還不回家 是不是 這樣 所以人是這樣 很客氣 所以我們就要把他 個家 個家 應 配合 辦理 法控檢討 他這個 他這個 存在先來 把我們記載 我們就來 個家 要配合 辦理法控檢討 第二 在這個法官 我們就可以 直接 向公務局 去申請 這我做很多 怕 都是用這樣 處理 這樣會 有嗎 現在 老師在教授 就是這個 步驟都會教你 老師我可以問一下 因為我現在 如果有一個農地 他本來 一大塊 一大塊 三個人持有 那他上面 蓋了 一個諸社 那現在呢 就是 他有建造石灶 他把它拆掉 上面有拆除石灶 對 他就拆掉之後 去分割成三塊 可是另外這兩塊 就被套住了 對 那他已經拆掉了 還可以用法定 法控檢討嗎 齁 來 這就行 這個解開的方法 第一個是這樣 第二個就是 拆 拆 你不用辦法控檢討 你把那裡的房子 怎麼拆掉 各位 說我 現在把這家的房子 拆掉 拆掉 讓他 補罰 沒有來申請拆除執照 還有後面的環保 這樣子 對 你讓他 罰 拆除了 沒有申請拆除執照 要放 這樣後面 他就可以建立這家房子 已經怎麼 沒有了 所以 註銷 建造 農地 那種套位 你就是要去把那塊農地 剛才我說過 這塊農地 這塊農地 這裡這塊套住 你就要去買這間 買這間農銷 把它買下來 然後把它拆掉 這塊就換掉了 這是農地套位最簡單的解套網 買這一間舊農舍 打掉 然後 申請註銷員建造 然後 這一塊地活起來 如果這一塊農地已經變成那個 非農用 就使用分區被剁 它是直接可以變的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都還在工農用的時候 被套住了 這個是最簡單的方法 都不要打小孩 你把這塊農舍買起來 對不對 這塊先買起來 這塊小塊 買起來後 是不是掛農舍 然後 農舍跟阿南 供調 去申請採取指導 鑄銷那張建造 整個地就活起來 那個是最簡便的解套會的方法 你如果照顧的 按照法令的 欺負農地都不夠 都不夠 各位還有更可恨的就是這樣 好 我們現在不可以說明 回答他們 好 我們人生很大的錯誤 就是回答他們 答應 要嫁他 要娶他 各位 怎麼知道嗎 我們現在常常遇到 一片這麼大片的農地 當初是 他只要在這裡 蓋這間小小的農舍 我們農地 十幾月 十幾月 他之外 都回答他 怎麼 蓋農舍 蓋農舍 結果各位 現在你農地要分割 可以嗎 全部不行 為什麼 這幾地農地 都去這間農舍 就這樣 套住了 所以不得分割 所以不得分割 為這個方式就是什麼 放掉 放掉就是那個人家 沒辦法 那麼第二個方法 你申請分割去分割 申請什麼 變什麼 整塊賣掉 變價賣掉 但是各位有人買嗎 沒有人買 因為買到的人 還沒有 所以各位很多 我一上 我那上很可憐 就是古早 夢想 回家 還要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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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被套住 這個東西其實 換到我的腦袋的話 我應該做什麼 你知道嗎 有一種 有一種 一種 我們的火車站 不是把它拉 把房子拉走嗎 應該要把它拉 到別塊基地上 讓它活過來 欸 其實喔 齁 講這個 我講的不是天荒葉桿 對 在我們現在燕草 有一塊地就是這樣 它前後臨路 但是這個眾生很深 那應該最好的方式 是在這裡 劃 弄一條路進來 然後呢 這裡的土地 才可以獲得完整的利用 但是各位 這裡要割一條路 剛好這裡有一間房子 倒掉了 現在大家聽說 要割這樣 這個路 割這樣 割歪歪 像我們的大廠 各位 這樣通嗎 不通 因為消防車這樣子 進不來 所以各位 應該最主要就是 要畫這樣子 然後這些地 都可以用到 那些地方沒辦法 對吧 結果呢 各位 法官說 那你畫這樣這一間 就要拆除 有沒有 不一定要拆除嘛 各位 你畫這樣子 那麼這一塊基地 畫給他 他只要把房子 拉後面 就好了 有沒有聽懂 大家出錢 只要把那些 放得對就好 放到他旁邊 不是路的地方就好了 你看 老師是不是很有創意 我跟法官這樣講 法官做梅頭說 黃子可以拉嗎 我說那個火車站都在拉了 怎麼不能拉呢 欸對不對 所以各位 拉動這個的話 還花不到百萬 那這樣不是所有的土地 都救到了嗎 你也不必拆掉 這一間透天三樓的房子 那大家不是兩全其美嗎 所以各位 科技畢竟還是有用的啦 這樣會了齁 這就是法怎麼 法控的這個關係 這件事情 會有違建 違建 對 他有的 他會講說 你上面有違建 你要先拆掉 我才要跟你做法控檢討 但是那個是增加法律所沒有的限制 我們有一個叫法定控地分割辦法 這個 在這個地方 你去違建去增建 但是那個法控的時候 他計算 原則上是以建造 申請跟面積去計算 增建是敲不敲的問題 你不能說增建或法控 還要 配合你再更多的法控給你 都不是這樣子的 這個騰本會看嗎 騰本 這個如果有這個 都是法控 但是這個 唯一的部分 就是要注意的 所以先去問一下比較好 像這一件 這在麻豆這一件 這個建商 買這個地已經 雕掌 他就是上了我的課影 代書上了我的課以後說 可以法控檢討去弄 他 跑來找我說 我那塊第一件 你那十幾檔要燈掉了 我說 求我 那就做法控的什麼 檢討 就是這樣子 那其實他更好的處理 是把這一間買下來拆掉 然後去註銷他的什麼 建造 這是最快的 齁 但是可以對方知道 不賣 哈哈哈哈 對方知道 不賣 不然你家家都四十 我家家都沒去 因為他知道他就知道 所以幾方就知道 所以就這樣 他就是這樣 給他拍照 他就行 前面 後來 iti 他 走 走 到了